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举行的是每个月一次的见识祈福法会 礼拜八十八佛 鸿鸣宝灿 好了 这个宣布完毕 其实我今天有一点感想 因为我最近在构思 就是我们每一餐在吃饭 我都感觉到这些美味 虽然可能只是青菜萝卜 只是豆腐豆包 变来变去就这样 但是为什么每一次都吃这么 感觉到好美味 有时候我就想起来说 都有些人讲说 吃素好可怜 吃素没东西吃 但是我们就是说 都是吃得那么欢喜 很欢喜的时候 我心里头总会想 如果这些这么美味的这些滋味 可以让我们的朋友们 不管是信徒会员 还是说知道的人 都可以尝到这个美味的话 不晓得该多好 每一次我吃到 不管是饭菜面各方面 我都觉得好幸福 好幸福 很想把这个幸福分享出去 所以当然了 我又在构思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 每周一次 虽然我们可能是很简单的 加肠菜 但是拍下来给大家看 原来素食有很多变化 但是我回头想 我当然可以这样子做 但是想一想觉得很有趣 有一点像那种叫 野人线铺之城 所以野人线铺就是 可能在各位看是 很平常的东西 但我把它当成宝贝了这样 所以自己有时候想想 觉得很有趣 就是常常觉得自己很幸福 幸福原来可以那么简单 就像之前说 在德州的妙居法师 他说原来水龙头打开有水 原来开关一开有电 就觉得好幸福 所以我其实在想说 我们常常觉得 那么容易满足 那么常常感觉幸福 然后常常想把这份 幸福分享出去 我有时候在想 这就是天人的生活 就是你常常感觉到 很满足很快乐 而且那种欢喜满足 是想到什么好东西 我很想分享 不断想分享 这个其实让我今天想到 因为我们方言最近一直提醒我 师父你讲过有什么故事要讲 什么故事要讲 很多在排队等候着 我说我今天想到 有另外一个 就是跟分享相反的这个故事 为什么会想到呢 其实是我刚提到庙区法师 他现在调派在德州 Houston 那当然德州就是我们 一直很关心的这个情况 虽然是还没有完全复电 就完全恢复正常 这个恐怕都要一段时间 但是那种大家相互守望相助 互相帮忙 互相 这个 你能讲体谅的 那样的地方 其实虽然很辛苦 目前的环境还很辛苦 但是呢 我看到人性的那种温暖 就觉得 外境虽苦 但是 反而呈现了像极乐世界 像天人一样的那种幸福感 因为我在新闻上看到 比如说 这个雪栽刚开始的时候 也很多人需要去买生活用品 到这个超市去 结果因为停电 没办法刷卡 这一些 这种 你多少卡 都没有用 所以一时之间大家都慌了 结账的时候 才知道说 根本就刷不了停电了 那也很少有人贷现金 所以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但是大家都 推着一车一车的物资 尤其在那个 那么辛苦的时候 大家想多买一些储存 预防着 结果一车一车的东西 到最后 那些 结账人员 就跟他们比 过了过了 就这样走吧 推着东西 他们很惊讶 真的吗 这 那拿了怎么办 没有付钱 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这个老板 知道这个情况 就是告诉大家 你需要的 你就拿走吧 没有收钱 这个 我看到的时候 我非常惊讶 但是类似这样子的 新闻 就是陆续都会 看到这些播报 我觉得人 当你觉得心很硬 或者心很冷 或者心很麻木 总之你的心的功能 有点僵化的时候 这些资讯 这些新闻 这些人类的光辉的 光明的那一面 就会滋润到我们的内心 所以我想 我看到这些 那我就想到说 其实这些人的光辉的一面 就好像是天人的生活 那另外一面 我其实想讲一个故事 是箭头都很有名的故事 那这故事是从日本的这个文学大家 戒穿龙之戒 他所写的《蜘蛛之诗》 这篇故事来的 那么我简单叙述一下 说就是佛陀有一天 看着就是通过 当然重重的这些云雾 看到在地狱受苦的人 就想他们那么苦 有没有一些人 还有那么一点 一点姻缘可以得救 就看到其中有一个 在这个受责罚 就是种种苦的 有一个人叫箭头都 但是佛陀就看他过去的姻缘 他过去神呢 是一个杀性很重的人 杀性就是 当然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 恶贯满盈的江阳大道 最后就被抓到被判死 然后再到地狱去受苦 但是呢 他生前呢 曾经有一次 就是走路的时候 他本来会踩到 他以他的个性 看到什么那些猫狗 一定都要把他打死摔死 就是说破坏东西也好 杀害生命也好 到大来 江阳大道也好 但那一次呢 他本来可以踩死那只蜘蛛 脚步举起来 就想今天心情很好 就放你一命吧 就这样子 那个蜘蛛都吓死了 赶快跑 那因为他吓死了 就很努力的修行 最后他佛陀就在看 他曾经放过的那只蜘蛛 去哪里了 到极乐世界去了 佛陀就跟曾经是蜘蛛的天人讲 说过去他曾经放过你一次 你要不要帮他一次 这个天人就用蜘蛛的诗 就从天堂 然后一直吹吹吹 吹到地狱去 那就吹到这个箭头多的面前 他正在受苦 正在挣扎中 突然看见一个亮亮的东西 他去抓他 就像那个钢丝一样的 就是没有断 他试着拉扯也不会断 他就开始爬上去了 开始爬 爬呀爬 他往下头看 哎呀他离那个恐怖的地狱 已经越来越远 他心中开始得意起来了 说再上去 再上去我就可以解脱了 但正在高兴的时候 这个蜘蛛师怎么摇晃了一下 后来发现 原来地狱其他受苦的众生 也发现开始爬上来 大家都爬 这个时候箭头多就心里想 我都担心我一个人 这绳子这么细啊 断了怎么办 你们还想 这线是我的啊 你们下去下去 他就滑下去 然后用脚踩下去那些人 当他那种自私 只顾自己的那种念头升起的时候 当他用力把那些其他受苦的众生 用力揣下去的时候 那根蜘蛛师就断了 所有的人一起再跌回去原来的地方 后头也只有感叹 就是这一线的因缘 就是因为自私自利的念头 让他断了 这样 这个是蛮有名的一则故事 但是我回想起来 你一直想要分享 想要分享 想要提供给别人 想要帮助别人 其实你过的就是天人的生活 如果你只是一直想着 都是我的 你们不可以有 只有我可以有 当这样想的时候呢 其实是地狱的生活 我很希望我们的早安佛光的观众朋友们也好 希望全天下的人 都是过着在天人一样的生活 大家心中有别人 关心别人 然后帮助别人 真的 我们大家一起 都成为一个有福报 如同在天人一样的生活的人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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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